聖誕節 如果我們是一個認真的基督徒 我們一個禮拜讀聖經 都沒有什麼感覺 或是說沒有什麼亮光 首長你們會覺得怎麼樣 一個禮拜而已 如果一個月 你讀聖經越讀越滑味了 也不想再讀了 首長你自己覺得生命怎麼樣 如果一年 一年都沒有聽到 也沒有感覺 十年 不容易了 快要變成死的基督徒 我跟你講 上帝曾經四百年不出生 四百年不藉著先知傳任何的訊息 如果按照人來講早就死了 然後就全部離開了 不相信 沒有想到四百年以後 神像一個使女 來講 傳講重要的訊息 借著她 生了救主耶穌基督 如果不是神所捲選的 人實在沒有辦法做到 我沒講過 因為瑪利亞是幾歲 大概是十五歲 十三 那我們看到 這一位就是在以赛亞書所預表 早就預表 七章十字節 講到那個 神真瑪利亞 那這個同理生子 為什麼這麼重要 在人看來 把很多的科學家用頭腦的全部打狂 他們說不可能 所以你知道 自由派神學是不相信這件事情的 但是你知道 這件事情在信仰上非常重要 因為 你想四百年上帝不出生 而卻借著一位同理 瑪利亞生下耶穌 聖靈送給生下耶穌基督的時候 我們看到 這是若不是神的命定 沒有人可以做得到 我們看到 瑪利亞的事情 很重要 我們看一下他為什麼重要 很快 很快就走過去 因為我們 時間的關係 第一個 耶穌出生 有操卵的身份 跟耶穌死後生天 一樣的操卵 所以他的出生 跟他的死 我們看到是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看到 耶穌出現最多的 Picture 就是關於耶穌基督的 畫 或是像 最多的是什麼 很多是他baby的時候 他出生 對不對 以及他升天 我們看到是很多 因為他有操卵的身份 第二個 他是一個無罪出生的 因為他不是暗人意出生的 好 第三個 他有道成肉身的必要 因為肉身生肉身 耶穌是道成肉身的 第四個我們看到 聖靈跟聖子 都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 東正教跟 羅馬天主教很不一樣 東正教我們到俄羅斯有一個經驗 你要跟俄羅斯人講耶穌基督 他第一句話馬上問你 你是不是東正教徒 如果你不是的話 免談啊 他不跟你講 但是東正教對他們來講 他們已經都變成傳統的 根本沒有生命的 但是他一定要問你 因為怎麼樣 俄羅斯人 你看看 他們是很愛喝酒的 有一次我從莫斯科 坐飛機出來說 哇喝到躺在總道上 而且那個威士忌都是偷偷帶上去的 他們好愛 然後呢 你看他們下班都提了一瓶酒回去 而且他們說 他們的老婆 從禮拜一打到禮拜五 打到這個週末 你知道 他們說被打的最重是禮拜三 因為他們喝的最厲害 那這樣這樣的一個國家 老實講 東正教已經變成傳統了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東正教 或有一個羅馬天主教 因為怎麼樣 這是因為一個字差別 就是呢 東正教認為聖靈只是從聖父而出 但是羅馬天主教認為呢 聖靈是從聖父及和聖靈而出的 因為神經上有一個差別 他們就分開了 所以我們去看 羅馬天主教跟東正教很多不一樣 東正教是沒有雕刻的 浮出來的 教會裡面沒有浮出來 都是平板的 都是平的 他們認為 只要浮出來的都是偶像 所以沒有雕刻 沒有什麼都沒有 表面上看來他們很純潔 很純潔 信仰也是很嚴謹 但是呢 也是一樣 生命 一代傳過一代 如果 沒有個人跟神的關係 他還是死的 基本上是死的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聖靈 聖子聖靈三位三一的真神 其實他們之間的和諧 彼此三位一體的神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奧秘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聖子跟聖靈的角色 很重要 再來我們看到 同女聖子 證明 神權統治自然 他是一個違反自然定律的 誰不信 誰就基本上就離開這個信仰 我們昨天也講 很多科學家信自然神論 他們是神造宇宙王 設下了這個 自然定律以後 他就走了 他們不相信聖子跟聖靈的工作 其實我們知道 神的創造是繼續的 神的創造是繼續的 那我們看到 在聖靈裡面 其實 今天沒有機會講 我們看到神 在這個時代仍然在做事 最後一個 不接受 同女聖子 就是不接受聖靈的權威 如果你否定這個 也可以否定聖靈其他的地方 神特別把這一點 放在信仰裡面 因為這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只有發生過一次 所以為什麼在 創世紀三章十五節講 女人的後裔 有沒有 只有女人 因為我們知道世界上有三種 一個是從男人而出 一個是從女人而出 另外一種是男人和女人而出 對不對 我們知道從男人而出的是誰 小啊 從女人而出的是誰 耶穌基督 從男的跟女的而出的 就是我們 對不對 所以世界上 只出現這三種不一樣 但是呢 前面兩種都很特別 瑪利亞 他的角色就非常重要 但是一賽亞早就說了 如果不相信這個 幾乎都不能相信其他的 真的是神的權威 道成肉身有三個意義 第一個我們看 當耶穌 道成肉身成為人的時候 他是第二個亞當 而且是一個不失敗的亞當 好 你有沒有去看 無論是在 《馬太》第四章 《路加》第四章 當耶穌被聖靈帶到 曠野獸試探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 魔鬼很厲害的 他很厲害的 他用神的神性試探 耶穌 耶穌用人性回答 你若是神的兒子 你就可以讓石頭變成麵包 你若是神的兒子 你就可以從殿領上跳下來 神可以拆天使扶著你 他很厲害 他用神 耶穌都用人性回答 對不對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還是靠神 人 我們不能試探上帝 你知道為什麼他用人性回答 因為 魔鬼深深之道 耶穌在受試探的時候 他是第二個亞當 他要用完全的人性來接受試探 因為怎麼樣 第一個亞當失敗了 他在試探的時候失敗了 第二個亞當 我們怎麼知道 你去看羅馬書 他是第二個亞當 他是代表我們這些蒙恩的一個代表 好像亞當是代表全人類一樣 所以我們看見當他接受試探的時候 魔鬼的試探的時候 他需要用人性來接受試探 魔鬼很厲害喔 他試探完了 耶穌得勝了 他是暫時的退去 你去看聖經 暫時的退去 為什麼呢 因為到耶穌定十字架的時候 他的試探 不是自己來 是借著人來 對不對 在十字架下面的人說什麼 你若是神的兒子 你就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我問你啊 耶穌一下來怎麼樣 救恩就結束 沒有辦法成功了 對不對 他用人去試探 你若是神的兒子 你看 魔鬼很厲害了 他是無孔不入 他知道什麼時候 做什麼樣的事 耶穌在試探 礦野獸的試探 以及在十字架上 魔鬼不停的試探他 因為要讓他在救贖的計畫上失敗了 但是呢 無論是在礦野獸的試探 無論是定在十字架 耶穌都需要用完全的人性接受 不然的話 他這個是失敗了 所以我們看見呢 耶穌有這樣的 這個挑戰 所以道成肉身 而且他是第二個亞當 他當他是第二個亞當的時候 他是要成為完全的人 為了是什麼 把我們帶回到起初 神的形象的樣式 照我們的樣子 以佛守住四章人事先講 好再來呢 耶穌道成肉身的必要 表明什麼呢 當他被定在十字架 有人說耶穌被定的時候 連一塊布都沒有 他是全然赤裸的 表示我們的罪 要付上這樣的代價 我們的罪 是非常深重的 若不是耶穌這樣的付上代價 我們的罪沒辦法除去的 就表示我們的罪 何等的羞恥 赤身露體的 而且是顯給世人看的 我們的罪 本來我們應該這樣受刑罰 而耶穌替我們受了 他是赤裸裸的 站在神的審判海間 何等的羞恥 本來是我們的 現在是歸算給耶穌基督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很 這個是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的 一個目的 再來道成肉身的完成 我們這個道 進到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信耶穌的時候 當耶穌進到我們心中的時候 那個道改變 變成我們生命的改變 那我問大家好 我們信耶穌的時候是 接受一個全新的生命進到我們裡面 還是舊生命去翻成新的 全新的是不是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 克林多後書五章十七節講什麼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一個什麼 新造的人怎麼樣 舊事與過都變成新的 你知道希臘文的新字有兩個字 一個是凱諾史 一個叫 NEO 我們知道英文有時候把它翻過來 NEO 凱諾史是怎麼樣 是講到一個全新的 從無到有 好像我們在一個地方蓋房子 他本來是一個空地 後來就蓋了新的房子 還有一種是 NEO是怎麼樣 把舊房子 拆了 翻新的 你知道當他在講到我們有一個 我們是一個全新的生命 在基督裡 他就是 新的那個新的是第一個新 就是一個新 好我問你 好 我們人 當你信耶穌 新的生命進來了 舊的生命還在 這兩個人會不會吵架 會不會吵架 會喔 因為有新人有舊人 你知道我們常常喜歡 因為我們老我 那聖經裡面沒有老我 其實聖經的意思就是 舊人的意思 那我問你喔 新人跟舊人會不會吵架 兩個生命喔 所以你知道當耶穌在 約翰福音 第三章講重生的時候 他就講到施洗耶翰 施洗耶翰的門徒看到 哇他的門徒都跑到耶穌那去 去給耶穌的門徒施洗的時候 他怎麼樣 哎呀施洗耶翰啊 你已經快要被耶穌取代了 你看你再不做一點事 你看看你的門徒都跑光了 你知道 之前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必興旺 我必什麼 衰尾 其實這是在講兩個時代 耶穌還沒有來的時候 耶翰會 施洗耶翰會 神 預備百姓 耶穌主角一來的時候 他的職份就怎麼樣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 耶穌在這個轉接的時候 施洗耶翰曾經疑惑過 當他被關在監獄 他就派什麼 派你們徒去 他說我們到底是等你呢 還是等別人 哇這個不容易啊 那為什麼 施洗耶翰會這樣問 因為施洗耶翰認為 他傳講是這麼嚴厲的福音 但是耶穌到處去赦免人 對不對 你看那個 你看第八章有沒有 那個行淫亂的婦人被抓住的時候 耶穌有沒有赦免他 有啊 大家都跑光了對不對 當他故意把男人放掉 把你抓來的時候 問他說 耶穌你說這種人在洗淫的時候 當怎麼做 耶穌在地上怎麼樣 畫色畫色 我跟你講 你如果要想知道什麼 耶穌在畫什麼字 你跑到那個 法國巴黎的 羅浮宮去 裡面有一圖畫 是寫耶穌在地上畫字 他把他畫出來了 畫什麼字 他就在那邊有 很有意思啊 如果你去羅浮宮 參觀的時候 就去看 羅浮宮裡面有很多聖經的話 他就在地上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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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 然後呢 他們又催逼他 耶穌就講了 你們當中怎麼樣 誰沒有罪的 可以先用石頭打他 甄基怎麼講 甄基怎麼講 老的到 從老的照的都怎麼樣 走這樣 那為什麼老的先走 為什麼老的先走 老的罪比較重 或是老的呢 人生經歷多 他罪對罪的敏捷性比較高一點 所以老的就先走 你知道那天很可惜的 每一個人都把罪帶回家 對不對 只有一個人得赦免 是誰啊 就是那個你 新人 所以我們看到 老實講 我們很可惜 我們很可惜 我們對於這種罪的敏感性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一個新人進來跟一個救人的時候 真的我們的生命是一個萎縮 一個怎麼樣成長 一個越來越萎縮 一個越來越成長 所以保羅才會說怎麼樣 才叫我們說要克制己身 就是那個生命是慢慢萎縮的 需要經過克制 讓他萎縮 所以要需要有 很多方面的努力 靠著神的幫助 靠著各方的努力 那個救生命就開始怎麼樣 所以呢 以佛所書才講一件 脫去救人怎麼樣 穿上心 有沒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在日本東京那個事 我看到一個 到日本東京的時候 我們進到一個書店 看到那個書店 也沒有賣救書怎麼有一個美味 後來發現 在書店的當中 有一個 有一個年輕人站在那裡 我也不知道 走過去 哇怎麼這麼臭 後來發現 仔細一看 他身體 衣服真是髒死了 後來我再仔細一看 整個書店都離他 大概有三公尺到五公尺遠 結果他移動 大家跟著移動 大家都不敢進去 他一移動 大家都跟著移動 突然在那一瞬間 我就明白了 以佛所書這一章講的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為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不可能把衣服 從早上穿到晚上 睡覺也穿那個人 然後呢 一個禮拜不換 兩個禮拜 一個月不換 那你想那個人就怎麼樣 身上就臭了 所以呢 我突然就明白這句話 原來神要我們脫去舊人 穿上新人 是天天的 意思就是我們這個生命的成長 是天天在變的 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已經在今天 脫去了舊人 穿上新人 好我問你喔 新人跟舊人同時出現 對不對 舊的脫掉 新的穿上 意思生命一直在更新 所以呢 我們看到兩個生命 一個是舊生命 慢慢的萎縮 一個是新生命 慢慢的成長 當這個新生命 越來越成長的時候 我們這個人就怎麼樣 變成一個全然不同的人 神所應許的一個新造的人 就長大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道的工作呢 就在生命裡面一直處理這個問題 把那個舊的生命怎麼樣 舊的生命 敗壞的部分 肉體就被道摧毀了 好我們看一下 瑪利亞 他被聖靈感動以後說出三個重要的定律 他是藉著 耶穌基督救主帶來三個 第一個是 在出現在 這個路加福音 一章51到53節 一個是道德的定律 道德的定律就是呢 神要施展大門 那狂傲的人 在心裡妄想 就被感散了 所以呢 神是沒有綁閉的 但是呢 是用來形容他的能力 第二個我們看到 這是道德的 第二個是講到社會的定律 神叫有權柄的施衛 叫卑賤的身高 使社會呢 有追求公益 講到這社會是有公益的 不是為所欲為的 所以我們知道呢 就產生了 教會的 其實美國英國早期注射 我想這個是 123間 我昨天 前天要來的時候看到一個資料 差一間 123間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再來是經濟的定律 叫 饑餓的寶石 叫 富足的空手委屈 因此我們看到呢 就產生今天很多的 關於救濟方面的 我們今天都有 好撒瑪利亞人有沒有 我們有 Wall We Vision 對不對 這些都是呢 回應神 在各地 我們看到呢 基督徒所成立的 包括醫院 包括慈善的 這一些事情 那我們看到呢 這個是當時回應 耶穌基督的教訓 所以你知道很多早期的基督徒 聖經怎麼講 他們就怎麼做 所以呢 這些基督徒後來呢 就做了很多 當時社會沒有的 也帶出今天 所以你們看到今天很多 很多醫院也好 什麼孤兒院也好 什麼麻煩病也好 都是起初怎麼樣 都是基督徒辦 都是回應神 好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看一下 進入 路加特殊的 我們來看一下 思洗約翰的全家 都是被聖禮充滿 哇這個家 不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是怎麼樣 是一個祭司 他早就說語言 但是因為一時不幸 變得啞巴 以後 仍然可被充滿 有沒有看到 他後來被充滿 說了那些語言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父親 被聖禮充滿 母親呢 有沒有被聖禮充滿 有 在 路加福音 一章四十一節 他被聖禮充滿 為什麼 他去見瑪利亞的時候 怎麼樣 聖禮充滿 他就說出了許多讚美的話 因為瑪利亞的一句問安 他的聖禮就充滿 第三個 我們看到 思洗約翰 他在母父中的時候 就被聖禮充滿 然後他一生 沒有行過什麼神蹟 說過什麼法 都沒有 我們看到 思洗約翰的角色 是很特別的 我們看到沒有講完 思洗約翰 他就拆門徒 去問耶穌說 我們等誰呢 因為他有一個 confuse 他認為 他傳講的 是很嚴厲 但是耶穌常常在聖禮 所以他就問耶穌 耶穌說怎麼樣 跟他的門徒講 你把我所做的 告訴思洗約 其中講的那幾個都是 米塞亞的特徵 就是怎麼樣 使瞎子的看見 你去看 起年的時候 你去看 當耶穌第一次出來服侍 在拿撒勒的會堂 講第一篇道的時候 在《路加文》 4章18節 他把米塞亞的特徵 講出來了 其中包括 瞎子的看見 所以耶穌就把這些 他說你回去告訴思洗約 我做的就是這些事情 思洗約馬上就知道 當門徒跟他講 耶穌做的時候 他就知道 因為他很清楚 什麼是米塞亞的特徵 所以呢 他就回去了 不久以後 思洗約就被 砍頭了 對不對 就被砍頭 他的角色就結束 正式結束 那我們知道 他問了那個問題 其實很重要 到底我是等 等你呢 還是等 其他的人 因為耶穌來的時候 很多人 不清楚 包括思洗約翰 若不是 他有 米塞亞的特徵 我們還不知道 他是誰 好我們來看一下 接待耶穌的人 在《路加文》第2章 有的人很奇怪 為什麼耶穌不像那些 神職人員 那些 祭司那些 專職的人 而卻向 旷園的牧人顯現呢 那我們知道 其實 這一些牧羊人 在社會上的地位 是非常非常的低 有解經書說 他們在 這個當時法庭 公會所做的 見證 是不被採納的 他們是非常卑微的 但是他們相信 天使論到這孩子的話 一個單純的心 相信 因為天使跟他們講 瑪利亞產生 要生一個頭 他用布包起來 就是一個記號 放在馬槽裡面 因為旅店 沒有地方 我們看到人 在那個時候 忙著賺錢 連 耶穌要找一個 父母親要找一個 旅店都沒有 最後出現在 出生在馬槽裡面 就問說我們今天有沒有空間 讓神 來居住呢 好我們看一下 大喜的日子 要傳給牧羊人 牧羊人非常的害怕 但是呢 他就講了一句話了 他說怎麼樣 他說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因為今天在大外的城裡 為你們生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好第三個 至高的上帝 代替地以上的主人 因為有人說 那一天 牧羊人所牧羊的那些羊 其實就是聖殿裡面的祭司的 那他們的主人 地上的主人 就是祭司 但是今天 神向他們顯現 告訴他們 其實 至高的上帝 才是他們的主 所以呢 宣告一句話 至高之處 榮耀歸於神 平安歸於 在地上平安歸於 祂什麼 祂所喜悅 我跟你講 這個不能顛倒的 如果顛倒了 就變成拜菩薩 你知道嗎 有人說 先讓我經歷神赐的平安 我才把榮耀歸給神 對不對 那就是道過來 那這個道過來了 就是跟我們 我們拜菩薩的 我先求神明 神明給我好處了 我就給他降流血 不是這樣嗎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先 榮耀歸給神 這個是平信心 然後呢 我們才經歷平安 在地上歸於神 我問你 我們在十一奉獻的時候 你怎麼經歷 我們十一奉獻不是有剩下才給 對不對 我們一拿到 錢的時候 我們把十一怎麼樣 拿出來 然後呢 我們用信心 來 靠那十分之九 來經歷上帝 這個是十一原來的精神 原來的意思 而不是說我們有剩下才給 所以你知道十一的經歷是什麼 不過常常勉強 十一的經歷就是你按著神的教訓先拿出來 神就照顧你 用十分之九 即使你不夠你的生活 神也藉著那十分之九 讓你來經歷神的共鳴 所以你知道十一的經歷 所以這個也是回憶我們這裡講的 先把榮耀歸給神 然後呢 平安就歸於地上祂所喜悅的 這個是有次序的 我們剛才講到 聖經有很多次序是不能改變的 包括我們說先愛神再愛人 這個都不能改變的 因為神定下的規矩 定下的原則 屬您的原則是這樣 當一個人願意把榮耀先歸給好 我問你 還有一個例子 在 你去看那個 路加十七章的時候 那個十個長大麻風 結果呢 只有一個回來感謝 我問你 那個回來感謝的 他有沒有難處 身上有沒有難處 有許許多多的難處 對不對 以前他們同病相連 所以由他人跟薩瑪利亞 變得好朋友 對不對 結果他們一得醫治以後 大家都跑光了 我問你 薩瑪利亞有沒有困難 還是有很多困難的 我們到了那個會講的 他還是帶著許多的困難 但是呢 雖然有困難 他還是先感謝神 我覺得這是優先資訊的問題 我們身上帶著困難 還是要先感謝神 因此耶穌對他說 你不帶身體得意志 你靈魂得救了 他有的 從耶穌所得到的 是其他九個沒有得到的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屬於的定律 是不能改變的 我們雖然有難處 我們先把 感謝 獻給神 在這裡 我們先把榮耀 至高之處 榮耀 歸給我們的神 然後呢 才能夠 經歷到 平安 歸於在地上 祂所喜悅的 我覺得這個次序 是不能變的 所以我們看見 這是祂所定下的利率 我們尊主為大以後 我們才可以享受 心內的平安 如果我們 次序道過來 我們永遠是自己做主人 我們不是讓上帝做主人 好 也只有路加 寫耶穌 一到十二歲的情況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講過了 路加的主題是講到 耶穌完全的人性 因為他有人性 所以他就寫到他 幼兒成長的過程 這個只有路加 路加在寫 耶穌一到十二歲 跟十二歲 滿十二歲 十三歲以後 不一樣 我問你 耶穌怎麼會在聖殿 被裡面丟 怎麼會丟掉 好 我問你 耶穌為什麼要上聖殿 為什麼 因為他 你知道 猶太人是這樣 十二歲以前 跟十三歲以後 滿十二歲 第十三年開始 是不一樣的 我兒子以前在那個 東漫讀書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剛才不是講過 猶太人很多 對不對 猶太人有一個 成年禮 滿十三歲 所以他是初中 去參加一個成年禮 哇 他看了一下 全部都是猶太人 只有他是 東方人 那 我就問他說 因為我那個小兒子 教的都是 這些白人 就一看 他要他去了 你知道很有意思 他走回來的時候 拿一個 那個杯子 拿一個杯子 上面都有 他們這些 很有意思 這些成年禮的時候 他 這個是其中一個禮物 上面就寫 寫了很多 猶太人有一個習慣 寫希伯來文 寫在上面 然後呢 紀念他 辦了一個成年禮 熱心的猶太人 會為他們的孩子 過了滿十二歲 十三歲以後 辦一個成年禮 然後有正式發帖子的 我兒子是唯一去看過 成年禮的一個人 我沒有看過 他看過 那為什麼要成年禮 為什麼耶穌會在聖殿迷失 因為 很有意思 十二歲以前 孩子還小 媽媽管 媽媽帶 十三歲以後 他是帶人 跟著爸爸走 所以到了十三歲去的時候 瑪利亞說 孩子呢 孩子不是跟你嗎 他說你不要糊塗 十三歲以後 他要跟爸爸 爸爸說我忘記了 趕快回去找吧 你知道嗎 所以耶穌 這個是我看他們歷史背景 他講到 耶穌十三歲以後 他是一個成年 他要跟著爸爸走 所以有一次 我在 福樂圖神學院的時候 我們有一堂課 要去拜訪 這個 猶太人的會堂 我們就去拜訪 我們拜訪 我們進去的時候要帶他們的瓜皮小貓 這個是尊重他們的信仰 所以我們在門口 帶一點瓜皮小貓 我們就進去 進去裡面呢 我們就參加 我跟你講 希伯來歌很好聽 啊 我們不是 你不是帶一首詩歌嗎 那個調子真的是很美 然後呢 我們打開他的希伯來聖經 包括詩歌本都是從右邊到左邊 因為希伯來文是這樣寫的 然後你看到希伯來文那個字很大的 都是紫音發不出聲音的 他的母音是在上面跟下面點點那個小東西 那個才是母音 所以雅威是發不出聲音來的 因為不能忘成耶和華的名 所以耶和華是發不出來 在希伯來文是發不出聲音的 所以我們就去了 啊 我們就跟他們唱很高興 然後他講了 後面有一個儀式很重要 什麼儀式 就是他們歡迎 新的猶太人的家庭 進入這個community 你知道怎麼做你知道嗎 很有意思 我印象很深刻 他們就把爸爸帶著兒子上去 女的沒有上去 兒子上去 然後上去做什麼呢 他就在講台的後面有一上門 那是玻璃門 上面有一棵樹 然後呢有十二個果子 就是十二個字派 然後呢 那個門一打開以後 裡面就是Torah 就是羊皮捲的聖經 舊位聖經嘛 羊皮捲 然後呢 有一個儀式 就是父親帶著兒子去摸一下羊皮捲 然後呢就出來 然後門又關起來 表示他已經進入這個community 只有父親帶兒子上去 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 他們有一個 習俗他們有一個成年禮 十三歲 滿十二歲 十三歲就開始了 所以你知道 十二歲以前就是小孩子跟著媽媽 十三歲以後就怎麼樣 跟著爸爸 所以他們把耶穌弄丟了 有人就這樣解釋 他說當時 十二歲以前是跟著媽媽 所以瑪利亞 他兒子呢 耶穌說他不是跟著你嗎 他長大了要跟著你 所以耶穌就弄丟了 所以我們看到 十二歲以前的耶穌 跟十三歲以後的耶穌 是截然不同 所以路加就把他寫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路加就把他寫下來 對耶穌過去十二年的一個結論 路加,我剛才講錯是嗎 對耶穌過去十二年的一個結論 路加,第二章四十節 我們念一下 這個是十二歲的結論 孩子漸漸長大 強健力 充滿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你這個漸漸長大 我們英文翻譯 Grew 原來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一個自然成長 你給他飯食他就長大了 你給他飯食他就長大了 然後呢 他的成長的內涵就是身體漸漸強壯 而且充滿智慧 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這個是耶穌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從四十一節到五十二節 就是耶穌 滿十二歲 成長 十三歲開始成長 所發生的事情 滿了十二歲成年以後 他們可以正式上聖殿參加敬拜 那為什麼走丟了 我們剛才講過了 十二歲以前跟著媽媽走 十二歲以後跟著爸爸走 那耶穌在這個轉接的時期 就怎麼樣 聖殿裡面走私了 其實沒有走私 耶穌知道他要 做什麼 只是 對父母來講 他是走私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十三歲開始有什麼特徵 十三歲的結論 開始的 不是結論 就是開始的特徵是在五十二節 我們再唸一下五十二節 好不好 好我們把這個分成 四方面的成長 都一起增長 跟剛才那個字 希臘文是不一樣的 剛才是Groo 這個是Progress跟Increase 都有用的 這個希臘文本身有這兩個特徵 有解經的人就把它分成這兩個來形容 什麼叫做Progress 就是當一個部隊先鋒 他要在前面開路的時候 他用刀子 劈金斬刺 軍隊才能夠向前 前進 這個就是在形容 Progress 就是在形容孩子的特徵 意思就是說 孩子在這個時候 他有他的壓力 有一點像什麼 部隊的先鋒 拼金斬刺 才能向前 所以呢 那我們知道 我們常常稱這個孩子 叫做teenager 對不對 是不是十三歲以後 那個teen才跑出來 英文的 對不對 我們常常稱 那我們也常常說 稱這個時期叫 貝尼奇 Rebellion 那為什麼 當然每個孩子不一樣 但是呢 常常在這個年齡 這個階段的時候 就產生了 叛逆 那有的父母 不會養 包括我也不會養 我們到了這個teenager 不知道 我們還是照以前養 對不對 尤其呢 我們養第一個孩子 有沒有聽過 第一個孩子是照書養 第二個孩子是照書養 因為怎麼樣 有經驗的 所以第二個就可以 嫁經救贖 第一個是翻書 教科書養的 養出來也不一定養得好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這個孩子 其實已經進入叛逆期 我們也不知道 哎呀 養得好辛苦 那你知道 因為他在改變 那我們 如果我早一點知道這個經文 我就不會養得那麼辛苦 為什麼 因為耶穌早就把這個特徵 寫出來 就是呢 祂本身有孩子的挑戰 祂有peer preparation 祂有很多的特徵 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會講 這四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 是母親的 他說 第二個 希臘製的 第二個特徵 好像鐵匠 把鐵落宏了 然後敲敲打打打打打,塑造其需要的形狀 那這個就是母親的特徵 把孩子當作落紅的鐵,敲敲打打打打,把他打造成父母親所喜愛的那個樣子 所以呢,父母親常常把自己喜愛的投射在孩子身上 我就聽過有的爸爸媽媽在講 哎呀,爸爸讀不了博士,孩子一定要讀博士 以前做不到的,我以前想做醫生沒做到 孩子你要比我好好讀醫學院 為爸爸爭一點面子,光宗耀祖 自己做不到的都希望孩子去做 所以對孩子有一種期待 所以第一個是孩子面對的挑戰 第二個是父母親的問題 所以就擠在這個teenager的身上 我們來看一下成長的過程 他講到什麼呢? 智慧,有沒有看到? 智慧我們一個一個講 智慧是講到他的 我們如果把他用魂來形容 他的智慧 耶穌十三歲有沒有智慧有沒有成長? 有啊 他在殿裡坐在教師的中間 一面聽一面問 凡聽見他的都吸取他的什麼? 聰明和應對 你知道這個年齡開始 孩子會獨立思想 你有沒有常常有養孩子的時候 養到這個階段 怎麼昨天還是乖寶寶 給他吃什麼 媽媽叫他怎麼做 你們今天會硬嘴了 有沒有給我這個經歷? 哇,今天開始會跟你反駁了 會跟你變了 啊,我跟你講 不是壞事是好事 因為怎麼樣? 他開始會獨立思想 他有自己的意見 所以我們父母親怎麼回應啊 我們父母親到這個時候 不要像過去養孩子的樣子 不要說你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你要他做什麼他做 不是 我們就怎麼樣? 用啟發式的 跟他一起成長 所以我們走過來的 我們就說啊 孩子這個時候 你要跟他一起成長 有時候孩子去學校 你看他一天八九個 八個小時在學校 只有兩三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跟你在一起 你說他受誰的影響大 有時候我們看到學校交回來了 有時候跟我們的教導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一起成長 帶他們走過 那我覺得這個是智慧方面的 好,你看到 神擠壓了他的心 就講到靈命方面 那我們用這個分析一下 耶穌已經懂了 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 耶穌已經懂了 有人說耶穌已經知道 他將來的責任是什麼 所以耶穌又是木匠 然後拿到的是什麼 錘子 拿到的是釘子 拿到的是木頭 你知道將來他就是要受這樣的定十字架 所以耶穌如果在那個時候 從小他就知道了 你就想到耶穌怎麼預備自己上十字架 他天天拿的東西 就是他將來要承受的東西 那個真是不容易 所以他說 岂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 耶穌已經明白他的身分 他知道天上的父 天父的事 所以他已經知道他是他的身分了 然後呢 我們看到 我們如果孩子帶到這個時候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從父母親的回應應該是怎麼樣 鼓勵孩子建立與神個別的關係 所以你知道我的孩子 我兩個孩子 到了這個時候 都做一件事情 我兩個孩子 我就給他兩樣東西 一個是給他一本全新的聖經 一個呢 是給他一個手冊 叫他靈修 就是鼓勵他呢 天天看聖經 把靈修的心得寫下來 我那個小兒子 比較聽話 他都會 我那個大兒子 大概叛逆期 很清楚 我們也知道 我們老二的叛逆期 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老二看到哥哥走得很辛苦 所以他也純跡在心 所以我們就看到 這個孩子 真的是變了 真的變了 我那個老大 表面上他是跟你合作 心裡面那個叛逆 我們五歲才生的這個老二 所以那個前五年 都把所有全家的注意力 投射在老大的身上 你知道我們的老二生下來以後 他嫉妒心很清楚看得到 有一次在睡覺的時候 他趁我們不在的時候 拿毯子去蓋他 自喜死掉 哇 這個是不能後來神提一下 我們趕快跑去看他的房間 哇 他把棉被堆在他小弟裡的身上 你知道那個小孩子 但是那個基督的心就跑出來 因為以前 都關心 全部全家的注意力 現在還地理一出來 還能分散對他 就很不滿了 所以呢 他那種叛逆其實很小就 那種基督的心很小就 但是我跟你講 現在 啊 他很會體諒 他現在最近跟他的弟弟 依沒有來依沒有去 一直想念過去 我們怎麼怎麼帶他 他就慢慢開始回憶 而且慢慢開始感謝 哇 那個 大概一個多月 一兩個月以前 我們很感動 怎麼樣 他就跟弟弟商量 哇 商量 怎麼樣 精心涉及 他說 媽媽 母親節 父親節都過了 他們就跟弟弟商量 怎麼樣 給爸爸媽媽禮物 哇 想了半天 那天給我們一個驚喜 他買一個 很 就是不便宜的枕頭 一人給我們一個枕頭 他說爸爸媽媽這個是很好的枕頭 哇 他們兩個兄弟出錢去買的 我們心裡就很感動 哎呀 孩子開始回饋了 開始有那種感受了 所以呢 他就開始回憶過去 我們養育他 最近跟弟弟長長意滅 他就在講過去成長的過程 所以我們看到孩子這個時候 我們要鼓勵他建立跟神的關係 讓他跟神之間有個別的來往 第三個 我們看人喜愛他的心 講到人際關係 他坐在店裡 他在店裡坐在什麼 教室的中間一面天 我問你 耶穌滿十三歲開始怎麼懂得跟人交往 而且他是怎麼樣去坐在這些教室當中 怎麼樣開始跟他們談起聖經 怎麼樣讓他們可以站這個孩子 一邊一邊聽一邊問 所以表示他有懂得交朋友 他開始知道怎麼樣主動建立跟人的關係 所以因此呢 我們知道父母的回憶怎麼樣 尊重他發展的人的關係 所以你知道像這種年紀 當他把朋友帶回家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們做父母一定要想先回憶 你不要看他帶回來朋友不商不識 就親看他 我跟你講一定要尊重他 尊重他 因為他把好朋友帶回家 他為了就是要你能夠接納他 雖然我們當時並不同意他交了朋友 但是我們一定要好好處理這個 他旁邊 因為呢 如果你在他朋友的面前大發脾氣 然後呢 有一點呢 也冷淡的 不理不睬的 我跟你講 他下一次就不會把他交的朋友帶回家 你就不知道他在外面交什麼朋友 哪一天當他說 爸爸我要結婚了 媽媽我要結婚了 我跟你講 他帶一個同姓的回來你就完蛋了 對不對 兒子結婚帶回來是一個男的 然後你就完蛋了 因為怎麼樣 因為你沒有接納他的朋友 所以他在外面交了朋友 他就不讓你知道 所以最後就是產生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孩子他帶回來朋友 而且他會說 這是我的好朋友的時候 你要特別小心 你要接納他 雖然有時候你當時並不同意 但是你要接納他 無論是男的 無論是女的 你當他說這是我的好朋友的時候 那我們要小心 因為如果你接納他 你才知道他在外面交什麼朋友 他會帶回家的 然後我們再從旁邊跟他分析 說為什麼這種朋友好還是不好 等他走了 孩子走了 我們冷靜的時候 我們跟他分析 告訴他 有時候rebellion的孩子 不一定當面可以聽你 但是我跟你講 他心中很可慕 有人告訴他怎麼做 他需要有guidance 所以父母親 他當時講的話 他不一定會接納 但是他會聽進去 有一天他需要的時候 父母親的話會反射出來 會反射出來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耶穌怎麼樣 耶穌已經有主動更能建立關係的能力 因此我們現在做父母 在這個年齡的時候 我們也尊重他與人 發展與人的關係 再來呢 他的身體 那我問你 耶穌那三天 跑到哪裡去駐旅館 他在親屬 走來走來 耶穌迷死 丟掉了三天 那他的三天去哪裡 表示他已經有自力 他可以獨立生活了 表示他長大 他的身體已經夠了 他已經成熟了 有時候我們看到這個年齡的時候 孩子身體 身體在改變了 身體在改變了 鬍子跑出來 身體狀況變了 那個父母親 懂得怎麼樣來 輔導他 所以我們看到耶穌可以獨立 那我們有時候 他說我們華人不喜歡做宣教 跟我們有一個成長背景有關係 就是呢 我們不喜歡冒險 所以有時候孩子出去的時候 我們都不放心 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真的是 把孩子交給神 為他們祷告 該冒險的時候也是要冒險 交給神 來經歷神 所以呢 我們這一方面 我們放不下心 但是你看耶穌 他們也成長的過程 因為他在身體上已經開始成長 所以我們看到耶穌十三歲開始 跟以前十二歲是截然不同的 只有路加有記載 因為路加是在講 耶穌是一個完全人性的人 好 我們進入第三章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施洗耶翰的事奉 我們已經講過了 施洗耶翰是為耶穌 為神的百姓 他來修職那個道路 把人心中的那個彎彎曲曲 高高低低給修平的 預備人的心 來到神的面前 好 那我問你喔 施洗耶翰住在哪裡啊 住在哪裡 吃的是什麼 穿的呢 穿的呢 穿的 穿的 皮毛很高級耶 你知道嗎 好不好 那你知道他住在曠野 我問你喔 他住在曠野 懂不懂得人生疾苦 他懂 很有意思喔 你知道喔 當他在講道的時候 他說 你們這些毒蛇的種類 我跟你講 這些人來到他面前 已經不容易了 你知道喔 在東中 如果我們想像一下 那種大熱天在曠野 如果說我們 按照我們的背景 文字又多 太陽又大 誰不願意 如果要參加活動 宗教活動 誰不喜歡到店裡面去 哎呀 看到華麗的 穿華麗衣服的祭司 然後又在店裡面 這麼漂亮的地方 在那邊敬拜祖 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偏偏跑到曠野去 就近施洗耶翰 因為怎麼樣 施洗耶翰身上有聖 對不對 神的靈在他身上 而且他吸引人 好 這一群辛辛苦苦跑到家外 去做禮拜人 竟然一開口 傳道理就罵你們這些毒蛇的種類 哇 但是我們今天 沒有這個禮拜堂 我們到教會 教會剛開始 在公園裡面聚會 然後呢 我們辛辛苦苦跑去的 一開始 傳道理就破口答案 你這些毒蛇的種類 欸 我跟你講 越罵人越多 有沒有看到 越罵人越多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去看這一段經文 你發現 當他罵毒蛇的種類的時候 我跟你講 施洗耶翰很懂得他們 他愛他們 而且知道他們心裡在想什麼 他說 你們不要以為 你們是亞伯蘭的後裔 神可以從這石頭當中 怎麼樣 興起了 神的他的子孫 然後就講 哇 他們聽了就扎心了 我跟你講 現在很多傳道人 有時候我也會這樣 講道是讓人傷心不是扎心 罵了狗血淋頭 弟兄姊妹回去的時候 頭低著頭 不知道 被傳道人罵的 心裡受傷了 所以有時候我說 有時候我們講道 要扎心不要讓人家傷心 傷心回去 無路可走 你知道施洗耶翰講道 讓人家有路可走 他們一扎心以後 他們就問說 那我們怎麼辦呢 一般的 他說你有兩件衣服 就要分給一件人窮人 那個稅曆就說 那我們怎麼樣呢 不要額外的 不要多取額外的錢 對不對 應該說的 那那個軍人就說 那我們怎麼樣 不要以強暴帶來 我問你 施洗耶翰雖然活在曠野 他不是不使人間淹火 他知不知道 社會上遇到的問題 他知不知道 他是不是深知人 在生活裡面 他們的心思是什麼 他連軍人的心思 他連稅曆的心思 他連一般老百姓的心思 他都知道 表示呢 他有在做光環的工作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講 他有去探訪 他知道 你不要以為他是活在曠野 他深深知道 表示呢 他有愛他們 因此在愛的基礎上 他責備他們是毒蛇的準備 他們會接受 他們覺得扎心 那他說 我們當怎麼行 好 這樣的一個施洗耶翰 你知道 你去看第三章 介紹的時候 老實講 先介紹配角 為了要介紹施洗耶翰是主教 你知道配角是誰啊 七個人 而且是世上 這三個重要職份的頭 一個是君王 一個是祭司 一個是巡復 軍事上 政治上呢 他就介紹蓋薩 就是羅馬的皇帝 然後呢 再講到軍事的時候 就介紹了巡復 再講到宗教的時候 就介紹了祭司 祭司長 所以我們看到怎麼樣呢 我們就發現 這七個人在地上 都有頭銜 都有地位 都在社會上 有權有私的人 但是呢 在神的面前 不過是配角 為了介紹後面那位主角 用七個世上的 最顯赫的地位 來介紹後面那個默默無紋 在世人看來 沒什麼 連頭銜都沒有 他就是施洗耶翰 只介紹他爸爸是什麼 塞加利亞 有沒有介紹 有齁 塞加利亞的孩子 就這樣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神給他的很清楚 有沒有給他 有沒有給他神的話語 你去看 路加第三章 那從哪裡來的 是從以賽亞書來的 有沒有告訴他要去哪裡 有沒有 有去哪裡 去哪裡 去耶當 有沒有告訴他要做什麼事情 有 是幹嘛的 先講悔改的信息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標準的傳道人 神用的傳道人 在地上沒有什麼title 沒有什麼頭銜的 但是他有清楚神的護照 他有神的話語 引導他 神的話語 引導他 神的話語引導他身上 這是一個謀招的特徵 有神的護照引導 第二個 神告訴他當做什麼事情 然後呢 甚至他去哪裡 神會拆敗他去的 所以我自己 這個服飾的經驗 我記得這三個傳道人 身上常常發生的 第一個 神的話語引導 我們不是隨便走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去哪裡服侍 我們不是自己要跑去哪裡 就跑去 第三個 我們知道 我們對象是誰 我們要向誰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傳講什麼內容 神都會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看 施洗案的侍奉 是一個 我說他是一個標準傳道人的侍奉 他有神的話語 他知道做什麼 然後他知道去哪裡 他知道向誰 所以我們看到 他雖然以責備 他們說讀神的種類 但是呢 他要他們有悔改的心 結出相襯的火子來 所以我們看到 他最後是給人有路 因此他們被扎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當怎麼行 所以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自己的經驗 是講道講到最後 心中有血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個才是 那個是有路可走的道 然後你就告訴他們 你知道我們講道的時候 常常把重點放在前面 而忘記後面給路 有路可以走的時候 我們常常把那個東西忽略掉 因此弟兄姊妹有時候聽完道以後 不知道怎麼做 好我們來看一下 路加的聖靈的工作也非常清楚 因為我們知道 使徒行傳是誰寫的 是誰寫的 路加 有人講使徒行傳是聖靈行傳 對不對 講了很多聖靈的工作 所以呢 路加對聖靈的工作非常小心 而且詳細的記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路加把聖靈的工作 交植在耶穌的生平及事故 第一個 第一個 耶穌受怎麼樣 聖靈感運而生 第二個 耶穌於他受洗的時候怎麼樣 聖靈降臨在他身上 再來我們看到 他被聖靈催促到哪裡去 荒野受試探 再來呢 他的事工受到聖靈的高拱 在第四章 聖靈要在背後繼承耶穌的工作 所以我們看到 路加把這個寫下來 當耶穌聖靈以後 聖靈就被拆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 路加的聖靈工作寫得很清楚 好我們來看一下 耶穌受試探 我們講過了 不論是馬太第四章 路加第四章 都有一個特徵 我們知道耶穌沒有罪性 所以呢 有些需要被聖靈引入到荒野受試探 那我們知道再來呢 魔鬼用神性試探耶穌 耶穌用人性武的 我們看到第三 耶穌是得勝的第二個亞當 取代了第一個亞當的國犯 而且馬可文特別記載耶穌受試探的時候 耶穌是與野獸同在 好再來我們看第四個 藉著試探耶穌把黑暗中的魔鬼寫出來 你知道其實魔鬼在救約有沒有 早就有了 你看約魔經不是寫得很清楚嗎 但是你會發現 舊約的寫魔鬼寫撒旦寫得非常的少 對不對 但是呢魔鬼撒旦在人的後面呢 來迫害神的工作 我們知道四詩記是一個特徵 記得很清楚 人迫害神的工作 而且人的罪性寫得很清楚 在四詩記當國中沒有亡的時候 個人任意而行的時候 寫得很清楚 那是誰搞的 除了人也有責任 魔鬼也有責任 魔鬼 但是呢直到新約 我們才看到原來魔鬼在四福音裡面 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因為怎麼樣 耶穌從暗中把它寫出來 藉著什麼 藉著受試探 讓世人看到魔鬼的工作 我們已經講過了 路加他是一個外邦人 他是唯一的外邦作者 在新約裡面 因此呢宣教對他呢 他有一個特別的負擔 怎麼樣把福音傳到那個沒有性的人 未性的人當中 所以我們看到宣教 在《使徒行傳》第一章第八節 他是一個未來式 去講到三個層次 我們常常講 Mission 1、Mission 2、Mission 3 用M1、M2、M3 我們知道使徒行傳是講到 第一個 從耶路撒冷傳到猶太全地 他是一個同文化的 第二個 他從耶路撒冷傳到薩瑪利亞 他是一個近文化 因為他們是一半的以太 第三個 從耶路撒冷傳到地極 他是一個跨文化 所以我們看到呢 其實路加在 路加福音跟《使徒行傳》 他的宣教的觀念 到今天我們還是常常在使用 但是呢 我們看到 當他講到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馬上遇到三個困難 是記載在耶穌第一次出來傳到 路加福音第四章 當他受事他完了以後 魔鬼暫時退去了以後 你知道嗎 再下來是什麼 他去到了他自己的故鄉 拿撒勒的會談 第一次講完道以後怎麼樣 我問大家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因為耶穌講的這個比喻 講的兩個外邦們 他們氣死了 要把耶穌從邪奈上推下去 我們就知道原來拿撒勒是 城是蓋在山上 所以你知道耶穌講的兩個例子 讓他們很討厭非常憤怒 第一個是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呢 當以利亞 神拆他去的時候 去哪裡 是一個外邦的寡婦那裡 我們知道以利亞去的寡婦是在哪裡 撒勒法的寡婦 撒勒法在哪裡 撒勒法其實就是耶穌別的故鄉 是耶穌別的故鄉 所以我們知道神把他拆到耶穌別的故鄉 這個耶穌別就是將來追討以利亞生命的人 你看神很有意思 很幽默 所以我們看見 被在捏洗別的 我們看到當時的工作 我們看到耶穌就講這個 為什麼不到猶太人的寡婦 而偏偏到一個外邦人的寡婦 因為那是一個外邦人的地方 第二個 當他講到大麻風病的時候 只有奶慢的一次 也是一個外邦人 所以這個猶太人的會黨 聽到耶穌講道 用的都是外邦人 他就很生氣了 把他推到外面 要把他從弦牙上推下去 所以我們就看見怎麼樣 第一個 魔鬼因為神的話 耶穌講的那些話 他就退去了 但是人卻不因為神的話而聽話 所以他說怎麼樣 其實傳福音最困難的 是在乎人 而不是在乎魔鬼 最難處理的就是人 我們常常講人在哪裡 麻煩就在哪裡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宣教最大的困難 有時候我們常常講是魔鬼的工作 但是不要忘記人的麻煩更多 第二個 宣教的困難在乎自己 不是愛乎別人 為什麼 因為耶穌講完道 在自己的故鄉 講完道以後 他講了一句話 人有先知在自己家鄉 是被冤 他說醫生你醫治自己吧 你看看自己老家的人 進不進去 所以老實講 傳福音最難的 不是愛別人是在自己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在所有傳福音當中 親人要帶親人信主 容易不容易 很難啊 因為怎麼樣 從小看你長到大 然後你在家內一舉一動 他一親二楚 所以你知道 我們基督徒在親人當中 你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都有一種投射 認為你是基督徒 你應該表現比別人更好 當他們一知道你是基督徒 馬上到標準提升到一個程度 他們對基督徒有一個不同的標準 他自己做不到 但是他希望你們這些基督徒 都有更高的標準在哪裡 所以親人不好帶 真的親人不好帶 他們對我們有一種過分的期待 我問大家好 當我們出現在人的面前的時候 你是一個基督徒 你是要用罪人的身份出現 還是聖人的身份出現 那當然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一個蒙恩的罪人 那你想我們出現在人的面前 我們是要用一個聖人完美的 形態出現 還是用我們只是一個軟弱的 蒙恩的基督徒 你去看 有了路加 因為路加在寫人性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他在解十八章 第九節到十四節的時候 他就舉一個很清楚的例子 他說有兩個人到神的面前禱告 一個是稅林 一個是法利塞人 那法利塞人怎麼禱告 他說天父啊 我不像我旁邊這個人 他又淫亂 建議又訛詐別人 我一個禮拜 怎麼樣 禁食兩次 我把十五分之一都奉獻 你知道聖經怎麼形容它 他是自言自矣 對不對 自言自矣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法利塞人的禱告 我們很多人也是這樣禱告 是報告加控告 有沒有看到 他的禱告先控告別人 這個旁邊這個稅益 然後報告他今天做的什麼 這個禮拜做的什麼 所以有的人禱告 你有沒有聽過 有人在禱告中罵人的 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 在禱告中罵人的 平常不敢罵 禱告都罵出來了 所以有人禱告是怎麼樣 控告加報告 但是聖經形容 他是自言自語 意思就是天花板都穿不過了 但是這個稅益怎麼禱告 一句話而已 垂胸說什麼 上天可憐我這個罪人 你知道耶穌的結論是什麼 他們兩個人回去 誰為有益 意思就是說 我們講過了 誰跟上帝是有關係的 是那個罪人 對不對 稅益 所以呢 其實我們今天出現在人的面前 我們如果是用聖人的方式出現 那做得很辛苦 對不對 很辛苦啊 一樣完美的人 那你知道 這一些親人 他們要我們 你信耶穌的 你就要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呢 從這裡更顯出一件事 若不是神捲血 若不是神感動 若不是神開了祂的心眼 你再怎麼 我們看到 當然人有神 但是很難的 因為他們呢 把我們 所以我們基督徒在他們面前 我們要怎麼出現呢 我們要知道 我們是有軟弱的 我們是一個蒙奔的罪人 我們還是在一個生命更新 脫去救人 穿上新人的過程 所以呢 我們活在親人的面前 我們要用這種方式活出來 我們不要去說 喔 我是基督徒 我這個不做 我也那個不做 你們做的都不對 我們基督徒都不會這樣子 那你要用聖人的時候 你很難跟親人傳福音的 你知道嗎 你要讓他們認同 我跟你是一樣 但是我跟你 有一點不一樣 我是一個蒙恩的 我雖然是罪人 但是我是蒙恩的罪人 我跟你一樣 我也是有軟弱 但是我的生命在改變 我的生命在成長 我們如果用聖人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時候 我跟你講 他們有一天會看我們是假冒為善 我們嘴巴講的是一套 我們以為我們比他們高一點 我們想要做聖人 結果他有一天看到我們 我們只是嘴巴做 我們是假冒為善 所以老實講不容易的 但是呢 我求神幫助我們 求神幫助我們 其實最困難的是在自己 自己的人 醫生你醫治自己吧 這個是最難的 第三個 先教困難在乎基督徒不在慰心的 我們知道呢 路加福音四章十六節到三十節 是路加記載耶穌出來傳道的第一篇講章 好像馬太福音的登山寶學 但是沒想到這一篇講章 卻激怒了聽道的人 那耶穌到底講了什麼道 讓他們這麼被激怒 原來講的是外邦人 一個是撒勒法的寡婦 一個是西里亞的乃曼 結果呢 把他們當作例子來講的時候 他們就激怒了他們 其實耶穌在告訴他們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神不只是以色人的神 祂也是外邦人的神 耶穌來告訴他們 你們不要以為你們擁有特權 你們是上帝的選 他說不 有的外邦人還比你們更好 所以我們綜合以上 耶穌講的第一篇道 我們就看到什麼呢 第一個我們需要敬畏並順服神 我們如果不敬畏而順服神的話 我們就犯了剛才講的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看見自己的需要 不要說醫生你醫治自己吧 第三個我們要有一個開廣的心靈適應 不要以為我們是神所獨愛的 神愛那些世上的靈魂 所以呢 看出來我們比別人更需要上帝 因此就解決了 以第五章認識自己是罪人來處理一下 我們知道路加第五章是什麼 路加第五章是什麼 我們就講到彼得 所以我這個是禮拜天的講道 我們就講彼得 彼得以前稱耶穌是先生 後來經過這個以後稱耶穌是主 我們知道除非一個人看見自己是罪人 不然沒有辦法解決第四章的問題 除非他心眼打開看到自己是罪人 除非他心眼打開看到自己是罪人 那這個怎麼樣從沒有看到到有看到 我們禮拜天講道會講這個 從沒有看到到看到 怎麼樣那個過程怎麼樣 我們禮拜天再講好不好 所以我們跳過去 我們到了第六章 好我們講第六章是平年寶 平年寶訓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他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路加第六章 那我們知道路加關於 馬太福音的登山寶訓 他是分散的 他是散開祭的 無論是哪一個不和他是長 但是不像馬太祭的那麼多 但是他是分開祭的 耶穌在彼豪 我們看到路加他是一個外邦的 所以呢他看了太多了 他外面看待經歷太多了 當他在論福跟禍的時候 路加增加了福跟禍的對比 好像在舊約在事件的時候 神面對代表祝福的山 基利辛山跟代表咒詛的山 以巴露山 以色列也要自己做決策 意思就是他們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到底是要遵守神的道理 基利辛山還是你不願意聽神的話 而受了咒詛 所以你知道有人說 那個約翰第四章 耶穌跟那個撒瑪利亞婦人講到的時候 他說怎麼樣 他說你們猶太人說 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 我們說什麼呢 我們敬拜是在這個山上 有人說 那個就在撒瑪利亞那個山上 為什麼 因為撒瑪利亞人是不純種的猶太人 他們猶太人季節跟他們王八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山上敬拜神 那我問你 那個撒瑪利亞婦人 每個禮拜去敬拜 但是卻仍然活在罪中 耶穌從井水講到活水的時候 突然怎麼樣 轉變叫你的丈夫來 有一次我就問大家好 我說我問大家好 為什麼耶穌講到活水以後 馬上說你去叫你的丈夫 哇有的弟兄姊妹 特別是姊妹有的很單純 哎呀有好東西當然要跟丈夫分享 是不是 其實耶穌不是在講這個跟帳目分享 因為呢 他說我沒有帳目 耶穌怎麼講 你已經有幾個 五個 現在有的呢 還不是 或是我們今天講就是同居 好那你知道 這個婦人要不要人家講他的隱私啊 馬上轉移對不對 他說你們猶太人說敬拜是在耶路上 我們說敬拜在山上 耶穌也不是聖牛的燈 馬上把他轉回來 四章二十三節 那真正敗父的要用什麼 心靈和誠實 其實原文的意思是聖靈跟真靈 就是在敬拜當中 你需要有聖靈跟真神的話 我一直在講 聖靈跟耶穌基督神的道 是一直在做功 兩個一起合作的 所以耶穌說在敬拜當中 你需要有靈 當然那個四章二十三節 這個靈有可能是講聖靈 但是呢 他說怎麼樣 他說需要有 誠實也拿的意思叫做 true in 就是需要有真理在其中 敬拜需要有真理 跟聖靈的工作 所以他又把他帶回來了 意思就是說 從井水講到活水 那裝活水的氣餌在哪裡 那就是他的心 耶穌為了處理這個撒馬利亞人 撒馬利亞婦人的心 就開始針對他的生活上的敗壞 這個撒馬利亞每一個禮拜都是做禮拜 但是每一個禮拜都把罪帶回下去 他沒有在神的面前改變 我問你喔 剛才我們也講的約翰第八章 我問大家好 我們每一個禮拜來做禮拜 或是來敬拜神 有沒有人把罪帶來又把罪帶回去 有沒有 有多少人是來禮拜的時候把罪就放在這裡 然後回去的時候把罪的重丹卸下 回去 多少時候我們像撒馬利亞的婦人 天天上山上去敬拜 但是生命、生活照樣沒有改變 你知道耶穌挑戰的就是他這一點 為什麼 因為活水有了 裝活水的器皿在哪裡 那就是他的心 所以耶穌為什麼要點出他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問大家好 這個撒馬利亞婦人懂了沒有 懂了 有沒有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了 為什麼 你知道他原來不讓耶穌講隱私 最後怎麼樣 他到城裡面 撒馬利亞城裡面怎麼樣 把他的隱私怎麼樣 全部講出來了 哇 這個不容易喔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在分享的時候 能夠講出自己的敗壞的地方 那真是不容易的 如果沒有聖靈的能力 我們沒有辦法做出來 這個婦人竟然像虔誠的 你知道為什麼他白天日正當中去倒水 就是怕人家講嘛 他的那個行為 不願意別人在後面說三道四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人家不在中午區 耶穌就是偏偏為了他來的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耶穌第三章跟第四章很有意思 那個晚上偷偷來見耶穌的 就把名字認出來了 他叫里哥尼 那個白天出來的 大白天出來的 耶穌就保護他 沒有寫這個撒馬利亞婦人叫什麼 有沒有看到 耶穌也有人權觀念 你也偷偷的 你就也選出來 你也不是光 你知道這個白天的婦人 他知道 他為了他走的 你知道這個婦人 就把他的隱私在全程傳講了 後來那些人 有沒有去到耶穌面前 有啊 他說怎麼樣 我們因為過去 是因為你的見證 我們被吸引了 但是我們今天告訴你 我們今天親眼聽到耶穌講道 他藉著見證 把人帶到耶穌面前 他們直接跟耶穌建立的關係 因為他們聽到耶穌的講道 他們就信靠了耶穌 他們就相信了耶穌 就進入神的果 因為一個婦人的見證 所以聽說有沒有 真不簡單 真不簡單 耶穌的做工 真不簡單 所以我們看到 撒瑪利亞也是神所愛的 我們知道 到十二節第八章的時候 菲利就傳到撒瑪利亞 結果呢你知道 他們就建立了教會 所以我們看到福跟禍 這是 就業的時候 神要他們選擇 到底你要是到基利新山 還是到巴魯山 我們已經講過了 耶穌講完道 就是讓人家選擇 你要走哪一條道路 我們剩下五分鐘 我們講到這裡可以嗎 可以 會不會魯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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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這個魯薩薩 其實齁 我沒有 我只有這個奧賴來 那我分享 當然我也是教過幾次 但是我是覺得 其實 我跟你分享的也是我的生命歷程 都是刻在我的生命的 刻在我的心板上的東西 我跟你們分享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神的話 真的是這樣來幫助我們 真的在一生當中 我們活在祂的話語裡面 其實就活在喜樂當中 你每一次發現神的話 出來的時候 神對你說話 藉著聖經對你說話的什麼話 你那種喜樂 跟那種生命的那種 得到了那種神話語的那種 好像活水的甘泉的時候 哇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來靈修 不管有沒有得著 有沒有亮光 但是呢 我們是這樣 我們是在面對一位聖經的神 有一次呢 我去講道 結果呢 那個有一個老子們 陸牧師啊 我話語都記不起來 然後他就不想讀聖經 我說姊妹你不要擔心 我就講一個例子 我說你知道在台灣的時候 那個裝橘子的是一個竹籃子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 不知道啊 裝橘子不是提的那個籃子 是一個竹籃子嘛 對不對 我就跟那個老媽媽講 我說你知道我們以前在台灣 我們提那個 裝那個水果那個籃子 那我問你喔 我說這個竹籃子 放在水龍頭之下 水一直開著 然後水一直沖 我問你喔 竹籃子能不能裝水 他就跟我講過 但是我跟你講 竹籃子因為水一直沖 他就乾淨了 我就跟他講老媽媽 你雖然記不得聖經 你記不得聖經 你好像記不起來 好像呢 你在水龍頭之下 你沒有辦法存那個水 但是呢 因為神的話 像水一樣把你的心就沖乾淨 你在神的面前 你的心就乾淨了 因為你天天面對這位聖經的神 因為你天天被神的話洗刷洗刷 雖然你不能存記 但是你的心被神的話引捷徑了 他就聽進去了 那弟兄姊妹 我們也彼此勉勵好不好 我們不一定記得這麼多話 但是你如果天天來讀神的話 怎麼樣 怎麼樣 你的心就乾淨了 對不對 我常常 我做傳道 我們傳道人彼此勉勵 我說你絕對不能沒有靈修的 你一定要靈修 因為你每次一打開聖經 你面對的是一位聖結的神 因為聖經所寫的聖結 人沒有辦法想像出來的 一定是屬於神 人沒有辦法想像一個 寫出一個比你更聖結的東西 那除非是神的啟示 所以因此我們打開聖經的時候 我們一攤開聖經 你面對的是一位聖結的神 當你天天這樣做的時候 你天天活在神的面光當中的時候 你就知道自己的誤會 你就知道我們是一種蒙恩的罪人 保羅越認識上帝就越認識自己 他說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一起來學習好不好 一起來學習 雖然也是 哎呀牧師我話都記不起來 聖經的話太多了 我跟你講沒有關係 你天天面對神 你用神的話來洗刷你的心 你的心在神的面前就解禁了 阿門 阿門一起低頭寶寶好不好 天父我們感謝你 我們雖然經過這一天整天還有昨天晚上 在人看起來好像肉體上疲累 但是我們知道你的話是帶著生命的 主啊你說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人若不是從領受那天上來的生命 主啊沒有領受天上的靈良 我們的生命是枯乾的 謝謝主彼得說 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 謝謝主我們相信 主你這些話已存寄在我們的心中 刻在我們的心板 主啊每一次這些話都要對我們說話 因為你的話是活潑有功效的 又像兩人的建議一樣 謝謝主把這寶貴的話也賜給我們 主啊讓我們散去以後 你這些話借著聖靈不停對我們心中說話 主啊把我們分別為聖 我們知道這世上年日不過是暫時的 有一天我們要面對你的時候 神讓我們坦然無趣來到你的面前 謝謝兒主給我們這一段寶貴的時間 當眾人禮拜六都去 shopping 都去外面休息 都去外面舒暢自己身心的時候 你確保我們吸引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相信我們今天沒有一件事突然的 因為神一句話一個字 主啊都刻在我們的心板 我們一生可以受贏走在你的心裡面 謝謝主保守我們善去的腳步 也保守我們明天存著一個敬拜你的心 來到你世恩的座前 聽我們祷告 聽我們祷告 紀念那些不在我們當中的弟兄姊妹 願神也保守他們脫離一切的試探和凶惡 我們如此祷告奉靠我主耶穌基督的聖命 祷告奉靠我主耶穌基督的聖命 好